近日,以想象西西福斯式的快乐为主题作画的法国艺术家华蕾利带着她的一系列画作来到了上海,在位于墨干山路上海菲利普画廊展出为期两个月的画展。 华蕾利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她开始进行艺术创作并周游各国。 她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近些年她常驻北京。 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东西方,又结合她对中方的理解,这种结合使得她对于艺术的表达方式有了更为独到巧妙的见解。 想象西西福斯式的快乐这一系列的艺术创作便正是如此。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福斯只是华蕾利女士寄托真实生活的载体。 在中国生活的人总能被大街上充斥着的各种永无止境的事物所震惊。 那些只注重当下而没有记忆的工作在中国大地上每时每刻都在不断上演重复, 有许许多多个西西福斯在重复不断地搬自己的那一块石头。 画廊创始人菲利普先生多年从事艺术研究与收藏, 对于艺术的热爱是华蕾利女士所欣赏和认同的, 正与她本人的理念非常契合。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先生也为华蕾利女士写了序言, 看过华女士作品的人无不为她的作品传达出的强烈信息感到深深的震撼。 她的艺术作品有着极强的视觉效果, 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和心灵, 令人重新审视身边的现象, 从而改变着人们对事物的看法甚至生活的态度。 西西福斯式的快乐的方式究竟是什么? 也许我们只能到画展亲自一探究竟了。